接下来出战的是 娃娃酷宝战队 我冲了 我冲了 上面表演一下 凤凰粉刀 来了 萧杰来了 萧杰肯定要让他们砸死 其实整个活舞台 对于他们来说有很大的优势 就是让整个场景都非常的融洽 但是呢 我们准备的作品 是跟他们特别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还准备了 绝对炸场的彩蛋 所以说拿下这一分 我们是有信心的 钟翰梁队长 萧杰 萧志斌跟小宝 都是很有趣 很欢乐的人 这个作品就是 他们三个人有趣灵魂的释放 我看完以后觉得好像看完一个 喜剧公路片一样 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感受这种欢乐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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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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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鞋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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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肖老师那个摔倒受伤那一下 我真的差点以为他是真的受伤 我跟杨凯 凯哥 我们两个在看台上直接就叫出来了 然后结果没想到停了几拍的音乐之后 他就恢复正常了 当时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惊险 肖老师精彩了肖老师 他就是个邪性你知道吧 摔的那个设计我就给他说 肖静你又是狼来了的故事 下次也摔的就没有人扶你了 哈哈哈哈 哇 不能这样了 来 他们变得太强调了 糟了糟了太强调了 小阿哥这两组作品真的都绝了 编排整齐想法 多好 谢谢肖杰 肖志斌 小宝 往这里看战队 请你们回答舞台 请现场有投票毛巾的101位评审 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 支持娃娃酷宝战队 请扔出你手中的红色毛巾 如果支持往这里看战队的作品 请扔出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 3 2 1 请投票 4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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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固德约上台级票 集战队的队长对两个作品进行一下点评 这次两组都用了剧情多一点的来表现这个作品 这边把这么多名族的东西放进这个作品里面好像第一次 应该是凯翔老师拍的 然后我也看到 四兄弟那个感情 就儿媳在细闹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松也没有地 所以我就感觉 就觉得那个很温馨的画面 我就喜欢这个整个穿着 他们的行为 他们细闹 然后他们的干劲的动作 我就莫名地很有感觉 这个作品是对我特别有 有感染力的对我来说 我们自己组的我就觉得 我从彩排到现在 我就是只负着笑 我都觉得怎么会要想出这么好 这么让人欢乐的一个东西出来 我觉得这边让我很开心 娃娃歌队的作品 我非常享受 不一定要每一次battle都要硬刚的 我觉得选择你的策略跟排兵布阵 你可以用一个幽默的点 娱乐的点切入 我也非常认同这一点的 但是还是自己家的儿子比较 儿子女儿比较漂亮 对 李兴队长 李兴队长 哈哈 哈哈 来 开始作诗了 好 好一个飞驰人生 怎么样 好一个民族之魂 弄得我又是娃娃叫 又是娃娃笑 哇 三鸭 大军姐好在线 说到摩托你比较有研究 来 来 来 玉博 你开摩托也那样了吗 那个 那样了吗 我开摩托没有那么骚 我觉得小姐老师这个编排的风格 就是一直就是往这个方向 就编排 这感觉就是 哇 绝了就是 然后 而且我感觉你们用到的那个周星驰电影的那个感觉 有没有啊 就是在奔跑 有有有有 对吧 反光镜嘛 反光镜 对对对对 很厉害啊 厉害 刚刚益波队长说到的 其实这个不能说我编排的这个风格 我跟小宝是比较 想法比较非 但是我们需要一位统筹 我觉得这个还是肖住兵的功劳 来 肖住兵说了 其实这句话 我听得不是很舒服 想法我给的也不少好不好 没有 我跟肖杰 我们很早就是搭档 所以说我是一个不喜欢 把自己放在C位的舞编 就是因为有肖杰 他来负责主C位 我来负责主编 他乱说的 其实刚刚那个 其实骑车那个 其实是我的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肖杰这么多期了 你要改变 你要当车头我来骑 所以说这次我最大的改变 就是当了一个车头 没有 那是因为 是因为肖老师 他的那个跨步 一直都不是很方便 对 就包括有一个创意都是 他每一次做动作的时候 我说来下个蹲 来 跪下 然后我就说你既然一直喜欢 我就把你这个 就编到这个舞蹈当中 所以说刚才就有那一趴 好 就到这儿吧 散会 不过那一刻我真的有被骗到 其实这个终止呢 我们排出来是为了告诉大家 伤痛呢 是会失去的 快乐呢 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们排这个节目 是希望大家快乐 我们呢 王九里看战队 因为我是乙族 就是一个火的民族 在我们梁山呢 每一年的七月份到八月底 都会举行很隆重的火把节 勾火晚会 然后当时跟我的队员们 一块商量说 要不要做一个民族和流行舞的 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音乐上边呢 我也做了一个大胆的突破 就是用了我们 遗族飞舞之文化遗产的一些乐器 里边包括有羊皮鼓 然后一开场出来的口弦 所以呢 我也想用这样的 音乐的元素和tripe的这种东西 进行一个融合 然后把民族和流行舞的东西 做一个跨界 这个时候差不多 我们梁山野也是在过火把节 因为比赛我也回不去 特别地想家 我也很感谢 就是我的三位队员 陪我在这个舞台上 过了一个火把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你能看到自己的舞蹈 来诠释我们对生活的热爱 或者说对舞台的尊重 很好 两支作品 一个民族风 一个烈火战车 一个烈火战车 票数已经来到我的手中 对于我而言说 我觉得我是自信的 因为我跳的是我少数民族的东西 是我经过十几天努力 用汗水换来的成果 不管是成语是败 对于我来说 就是说在台上把最好的一面 展现给大家看 现场的观众的感觉 其实跟我看的一样 就是一开始一点点笑声 然后笑声越来越多 到那个最后笑声哈哈大笑 到最后掌声非常大的时候 我确实感觉到我们 应该是可以把握多一些的 比分为 73比27 哇塞 大比分 残酷残酷 看到这个比分差距这么大的时候 经理特别着急崩溃 他们的作品 因为是骑摩托车的一个主题 把现场给点燃了 我觉得赢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一点 其实我们这一次之所以这么拼命 就是不想再看到 汉良哥在为我们流眼泪 所以说 必须要让所有人留下来 为了我们的中队 让我们恭喜 哇哇酷宝战队 哇哇酷宝战队 这就是街舞 我自己而不 不需要装控 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 我自己而不 不需要盲目 Baby say hey 这就是街舞 我看下脚步 失望的家宿 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 不需要装控 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 我又要重生 上次被淘汰浴火重生 这次我的活舞台 我不重生谁重生 对不对啊 我要重生了 我心里面的那个时候 才算真正的方向 都感觉特别的争气 我真的没想到 可以在这么 需要振奋人心的一个时刻 真的让我们连续可以赢到两局 觉得这个真的是 对于我和我的队员 经过上一次这么惨烈的事实力以后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值得 太值得了 这个排练过程的一个很难熬的过程 就在那一刻 你就会觉得那种心中的成就感 和那种价值感 有点油然而生 因为就好开心 好开心 好开心 特别开心 我们是百分之百用力 我们战胜了 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东西 今天很开心没有让他失望 也没让观众们失望 就是得到任何的感觉真的好好 尤其他们都那么优秀 对 这一点好重要 所以 享受这个过程 这个 我们努力了就好了 其他的让上天决定吧 OK 正常心态 当下那一刻 我心里面是觉得 作为杰瑟王家尔队长的队员来说 我没有把这一分给抢到 我心里面真的那个时候是蛮难受的 心里面有点难过吧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作品 不能拿书来形容 就是你不能说这个是个书失败的作品 我觉得两个作品都特别好